大家好,我是明白 我们这节课开始第四节 抓取知乎大V文章链接 我们用的例子还是知乎大V 张家伟的文章主页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大这块,地址栏,浏览地址栏粘贴 我们之前第二节我们抓的是标题 这节我们用来抓链接 大家看这节目标效果图 第一列,第二列一样 第三列有一个title link 这是标题 第四列是title link hif 这表示每一个标题它对应的链接 这链接就对应的标题的正文 好,我们接下来看步骤 之前也说过 WebScript抓取不同的网站 它的步骤都是通用的 第一步打开WebScript 第二步创建setback 第三步设置select 第四步启动抓取程序 第五步导出excel到本地电脑 Ei四步四五步都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讲第三步 第三步其实也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将type换一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从第一步 当然从第一步来 inspect 我们打开 点击最右边 napsu打开 第二步创建setmap 三个UR我们从地址来复制粘贴 嗯 sidmap name 我们因为我们这次抓的是链接 我们取名张家伟 link 这个自己定义 我取link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怎么怎么容易理解 怎么取 然后点击按钮 第二步创建setmap 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到第三步了 设置select 只有第三步不一样 我们add newselect link我们取名title link type 就是我们现在抓的链接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link link 表示我们抓抓的时候 会抓到一个链接 比如现在就是 如果我们点一下C罗 点一下这个标题 它会弹出到这个 一个新的界面 我们link选择器 就会抓住这个东西 抓住这个新页面的这个链接 这个link 所以说我们这个叫link选择器 好ID选好了 link选择器 选择器 选择type 我们选择link select 第三步 同样我们点击select 它弹出这个工具框 我们点击第一个标题 点击第二个标题 同样它下面全部选择 为什么我们要点击标题呢 因为它这个链接 是嵌入到 嵌入在这个标题里面的 所以我们点击标题 同样的 就点点击链接了 如果其他的标题 是在评论里面 如果我们要抓评论 这块的链接的话 我们就点击这块 现在我们是要抓住 这个标题对应的中文 的链接 这个链接它是 嵌入在这个标题里面的 所以我们就点击标题 然后点击downselect 然后multiple我们选中 点击element preview 检查一下 看我们需要的 是不是全部选中了 我们翻到最下面 是全部选中了 好 我们再点击data preview 检查一下 预览一下我们的数据 好我们看 这个有一个title HIF 我们复制这个 看我们抓的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如果就是C螺 我们复制粘贴 好 试到了这边中文 所以说我们抓的是正确的 后面这块我们不用管 它是越南的时候会有这个 中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了 这块是ID 是我们自己取的ID DEL 我们选2000 设置2000 大家如果用2000抓的话 抓的不全 大家可以变为3000 4000慢慢往上调 如果玩的比较好的话 你也可以设置1500 这个大家给你自己的情况 我一般设置从2000 然后根据抓取数据的 多少我再调 然后保存 第二步就完了 设置select 已经完了 然后我们第三步 接下来我们第四步 抓取 同时点击script 点击 扎script 它弹出来这个 抓取窗口 这个窗口 我们不要关 我们可以在这个 它抓取的情况 我们可以 做其他事情 比如我们去检书看看文章之类的 然后等它抓完它就自动停了 我们怎么查看它有没有停呢 这个弹出这个窗口 我们不是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弹出这个窗口 有没有 有没有停下台 但是我们可以切换到同一个浏览器的话 怎么查看它有没有抓完呢 那麦克的下的话 我们可以按这个command 加这个 table上面这个按钮 它就会将 如果你浏览器打开多个窗口的话 它就会切换到 另一个窗口 如果你没有的话 它一完了的话 就会没有 切换的话 就什么也切换不了 这我刚才点了一下 command 这个 table上面这个 嗯 one one 括号 波浪号 它没有弹出来 说明它已经抓完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 从什么方法呢 也可以点击一下这个brose看一下 哎不行 我们先要refresh一下 好 就抓到了 其实我们设置的delete是两秒 所以一般两秒以后 来看它基本上就会抓取成功 好第四步也完了 第五步我们导出到本地电脑 下载 我看一下 是张家为link1 张家为link1 因为我之前可能 嗯 抓过一次下载过一个文件 重明明的话 它就会后面多一个1 好已经抓取成功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抓取link 这一步就完了 但我们看一下这个cs文文件 大家看第一列还是这一样 是个用来排序的一个id 随机的 也不是随机的 但是它这些数字 嗯 大家不用理会这一列 第二列就是 starturl starturl 就是 这个地址栏的这个链接 第三列 link titlelink 是我们取的链接selectid 第四列它会出现多一列 就是titlelink-hef 这一列是真正的 每一个标题对应的链接 虽然你抓的是链接 但是它也会将这个标题抓下来 如果它只抓这一列 你就会很忙而然不知道 这一列对应的是哪个标题 所以它也会将标题同样抓下来 这样的话 你如果看这个标题 诶 这是对应哪一个文章呢 然后看 往左边对应一下 对应的是心爱的星球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它就到心爱的星球这一列了 这个网页了 好下一个 link选择器还能抓什么呢 其他链接就可以抓 视频链接 图片链接 还有其他大家去发现的话 只要是链接 网页上点击以后 能发生网页跳转的元素 基本上大部分都能抓 但是它也仅仅抓的是一个链接 就是 Excel里面保存的这种形式 视频的话 它不会将视频就是下载到文体 图片的话 也不会将图片下载到文体 它抓取的仅仅是一个链接 这块大家注意一下 还是 我还要强调一下 就是 大家 先不要去抓 其他的 网站 先抓课堂里的例子 抓完 抓完以后 大家 练到 不用看教程就能抓取成功 后面的话都是 递进的 后面 因为难度递进 所以大家 基础的话 练熟 后面才会 更加容易一点 好的 这节基本上就到这里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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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